不同于缅甸传统的盖屋模式 马来西亚检疫屋建造团队 使用不锈钢方形管做组装 即使不用换接索罗斯 也能够兼顾耐用 同时拆装快速 八天的时间 就盖好了孤儿院的女生宿舍 乌文尼塔法师在2011年 创办这间孤儿院 主要收容缅北战争 遗留下来的孩子 现在已经有300多位 女生宿舍也因为不够居住 只能够用竹子加茅草 简单扩建 不只是法师烦恼 村民们也很担心 华商多年来 支柱孤儿院 慈激志工温斯朗 也常来关怀 知道慈激能盖检疫屋 促成了这次元件的姻缘 由台商负责铺设好水泥地板 是为马来西亚志工 三月底时特地跨国来相助 盖给他的话 大家就有更大的空间 也可以住的品质也比较好 那整个环境也比较好 然后现在也盖门盖好的 看那么多人都进去里面住 也整整齐齐很干净 除了盖宿舍 慈激人与台商也再次合作 发放文具用品和生活物资 不间断的关怀 希望能够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 在这边待久了就知道 缅甸人是善良 但是因为没有提升上来 尤其是环境不好 幸好不懂得珍惜 你看这边一点点东西 他就很吸服了 历经战乱感受生死 这里的孩子知足又懂事 志工有心呵护 要让他们能够安心长大 戴安新闻缅甸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